今天想讲一下学期快要开始了 新学年教科书应该内容如何 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年教育局对教科书的审批是越来越严重的 而过去很受到建制甚至乎北京很关注的通识科 对不起 已经成为历史了 通识科是没有了 代之而起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九月即是说几天后推展到中六都要读 是 嘉权刚才说课程内容审批越来越严 盐是要严格跟从一些官方的口径 过去通识科被为人诟病 特别是建制派批评的地方就是 它令到学生太有所谓的批判思考 其实通识科盘古初开发展之初 就是培养学生有独立的批判思考能力 这是前警务处长李明葵也认同的 今时不同往日 正如共产党立国之初都支持要有民主一样 现在也有民主党派 不过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这是宪法规定 没错了 我们当然要严格尊重那个宪法 所以那个严格审批的里面 令大家不意外 不过究竟在公民课本里面 因为触及到一些公共卫生的议题 当然新鲜滚热辣就是拿新冠疫情来做一个例子 但是究竟是否对呢 它的角度如果全面是采纳一个官方的口径 对于学生来说 是不是真的有作用或者有好处呢 值得探讨的 因为毕竟新冠疫情 你无论从任何角度 或者任何全球 我说全球不是全香港 全球任何地区来说新冠疫情 是这个世纪里面 全球最重要的一次事件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现在这个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扩展到中六 今年的中六学生 自董城 我当你初中开始董城 这一批学生正正经历过过去三年那个疫情 也不多不少受到影响 第一要上网课 不能面对面跟同学玩 第二可能他那座大厦被人围风强检 第三就是他吃东西打了针了 有没有安心出行 也可能更严重的 他们身边有家人在疫情里面 失去生命 或者他自己也中过招 好了 你对于政府的防疫政策 不要针对个人或者林郑月娥 是要整个特区政府的防疫政策 做得对不对 不是的 看看七间出教科书 有份出教科书 送检的教科书 基本上是倾向 叫你了解 遵守政府定的防疫政策 从政府的角度去思考 不是要批判性思考 过去的通识教育 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 一个中性的话题出来 你可以站在支持一方 或者站在反对一方 甚至质疑究竟有没有第三种想法 这个正正就是培育 现在不是 现在你是要集中 其实有点像习近平回信思想重要分享会 是一个方向 实际应该要参照那个 教师也说明是引导政府的角度 才有引导学生从政府的角度去思考 李家超当时是怎么想的 林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们就要学习她的想 不过 话分两头 在2020年检讨通识科的时候 这个课程发展检讨专责小组曾经说过 新近发生的事就尚在发展中 不宜作为一个探究的题材 于是教育局发布的公民科的课程指引 亦都多次重新课堂探讨已发展成熟的课题 好了 这个新冠疫情就说是过去 但是近期我都继续在不同的渠道 包括Facebook等等 看到身边有朋友都说我又中招了 所以新冠疫情的疫情就过去了 但是病毒是没有消失的 是不是继续病毒都在发展 然后你又当这件事已经发展完呢 有中学的校长就认怀 新冠疫情就不算新的课题 完结了很久 我就不知道它有什么指标 因为就算以政府宣布 昨天是中国宣布 入口不用再申报 但是是不是真的完结了很久呢 完结你可以说是完结 但是是不是完结了很久 其实这件事是好的 正正你这个是以前通识科学习的态度 那我们这些老人家嘛 但是现在这个不是 是根据政府方向去思考的问题 里面也有提到 关于假资讯的问题 就是说最坏都是网媒 假资讯它就归因于是网媒太多 部分网媒的从业员缺乏专业的训练 没有严格的审查资讯争 甚至会因政见或者商业考虑而偏离传媒持平中肯的原则 导致失实报道和资讯 这些失实资讯涌现 我经常很记得其中一个假资讯的经典例子 就是黄之锋接受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特训 不过就不是来自网媒的 来自主流的传媒的一个报道 为什么我们会拿这些公民课本的课程状况来说呢 其实它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我们就算不追求批判的思想 我们其实也要追求一些真实的教材 譬如新冠疫情不适宜去说的原因 或者讨论的时候有没有伤客的余地 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疫情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高的死亡率 疫情的变化有没有措施可以做得更好 连官方自己也没有一个定案 因为官方也不想有一个独立调查 一场这么大型的疫情 都不要一个官方的独立调查 不要去找渣了 向前看嘛 对了 向前看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如果在课程里面去讨论的时候 是不是会小不免都令到学生要去想 究竟有没有做得好与不好 当然我都知道这样想是太天真的 现在不要想它做得好与不好 你跟吧 总之政府的政策 或者政府当时的防疫措施 是一定没错的了 总之照做 但是学生又会想 那时候我们都照做了 为什么我都中了 为什么我都打三针都会继续 如果你用武汉肺炎 有问题 是 我觉得刚才我们读新闻的时候就说 那个老师都还很好 他就在说会引导学生去想 没有证据就显示那个发源地是来自武汉的 起码他不是立即报警 找法案来查查这个学生 真的会的 因为教育局以至警方都说了 你认为学校里面有什么问题呢 报警 欢迎联络我们 欢迎联络 其实有教务类以前 特别是大学或者什么 警察是不轻易进去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学术自由的标记 当然我们不要想着 还像以前在彩元培那样 那些环境没有了 但是是不是值得思考一下 应不应该只从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不是多元批判 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说 不要单边主义 应该走多边主义 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 就是中国式逻辑 我们中国式的民主都是一种很独特的民主 不过我相信 一方面 学生其实要被灌输或者接收的一套 价值观 固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也都在操作上的时候 其实必然产生很多的碰撞 因为香港仍然是一个资讯有一定程度流通的地方 特别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多强调 那些中六学生经历过这几年的疫情 他的记忆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改写或者洗白 他必然在听这一套 如何引导从政府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 发现 和我自己所经历的 我所见到的不同 那你可以说 为什么又要讲假资讯 就是因为你可能在网上看到的资讯都是假的 不真实的 你不应该相信 但是学生自身的经历 他都懂得思考的 中三开始其实现在已经很成熟了 真的会在想 为什么我的家人因为疫情的关系 离开了呢 为什么我自己会感染的呢 为什么要被迫打针的呢 为什么可能打完针之后他现在觉得我还有一些后遗症呢 虽然政府就说不关事 难道是我自己的问题 产生很多这些的怀疑或者问号 而老师又不能够回答他们 不能够说 这些的疑问 就会在他们的内心小小的世界继续发酵 所以给他们多角度去批判和思考是好的 但是不同了 现在课程不同了 教学的态度和终止 虽然白学团体有自己的终止 但是要向着一个方向走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大家 终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